小甜甜先前爆出造前夫家爆 两人最会以离婚收场 今日小甜甜上节目 有趣的是 在节目中他不断大呛好友李维峰 直呼说到李维峰怎么可能出过专辑啊 好瞎哦 一番话让人在一旁的派翠克表示 甜甜是不是爱上对方 大事情嘛是爱 对此傻爱斯也帮腔说到 自己认为绝对是 而李维峰则相当无奈地表示 人人只要同场小甜甜就会一直攻击他 随而甜甜持续质疑说到 李维峰出专辑真的不合理 这时小孩子立刻要求李维峰现场来一段 唱完后现场来宾纷纷大赞 很好听啊 根本是小甜甜故意cue他唱 最后谈论到交友网站的话题时 小甜甜任不断攻击对方 此时李维峰忍不住表示 你再这样我就打你巴掌 有趣的反应让小孩子忍不住大笑 随后更直接走上来宾区 直呼你怎么可以打甜甜 不可以 他已经被打得够惨了 你不可以开他这种玩笑 并给小甜甜一个大大的拥抱